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號 凌晨四點 中國福州的台商企業 高福紡織有限公司發生火災 大火延燒了六個多小時 造成六十一人死亡 多人受傷的慘劇 事後警方逮捕了因為被公司開除 怒而縱火的嫌犯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號 蔣夫人宋美玲晚年在美國 紐約長島的寓所首次對外公開 吸引了大批遊客前來參觀 這棟房子經過新的屋主 重新佈置後 昔日盛況仿佛又恢復了過來 許多人拍照留念 也有人閒聊 當年蔣宋孔城四大家族的輝煌歷史 2008年特徵組一貪污洗錢等罪嫌 起訴前總統陳水扁 全案疑審台北地方法院 何一庭認為沒有繼續羈押的必要 十二月十三號當庭釋放陳水扁 但是限制出境 出海住居 華盛新聞 沐夏翠 何佳俊 整理報導